持續要當然關心的是 這一波好雨都下在哪裡 提醒中南部的民眾還是要格外當心了 因為雨勢還沒有減緩下來 現在氣象局告訴大家 預計可能最快要到禮拜一的時候 整體雨勢才會緩和下來了 而且我們要特別來說到 這一次災情最嚴重的地區在哪裡 其實就是南投的仁愛鄉 而且這幾個鄉鎮呢 其實狀況真的真的是非常嚴重的 包括有南風村 霧社 還有春陽部落 我們就要先從霧社來看齊好了 有沒有發現霧社呢 是被夾在南風村跟春陽部落的中間 好 現在呢其實在當地 因為土石流拉 土石貪方等等 就普霧公路是已經直接交通中斷的狀況 好 霧社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這裡啊 之前農民就是擔心會下雨嘛 所以高麗菜趕快來搶收 想要運下山來賣 但你知道嗎 現在交通中斷之後呢 高麗菜車就卡在這裡是動彈不得的 你會想那不能繞路嗎 重點就是這一次整個南投仁愛鄉 災情是非常嚴重的 道路狀況都很不好 現在必須要等相關單位來進行搶偷 所以你也看到了在這裡呢 就是有很多車輛都卡在這裡 而馬上要來看到在春陽部落的狀況了 其實在昨天晚上 喔 當地居民真的有嚇到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的雨勢非常大 整個泥流就直接灌進村莊裡頭了 每個人的手機警報是一陣狂想 所以居民也是趕快來進行撤離 但是你知道嗎 在昨天晚上十集喔 你就看到居民停放在路邊的車輛 就這樣被泥流給衝走了 但也要來看看在南風村的部分了 因為南風村這裡呢 也是因為土石流就直接灌進整個鄉鎮了 你看到這滾滾泥流 很多居民是難以相信 自己的家園竟然變成這樣 而當中我們要特別來看看 是當地的這間加油站 就直接被土石流給衝入 現在想一想 你會想說這土石要怎麼清啊 因為其實土石流直接淹掉了整個加油站 你現在看過去呢 其實加油站就只剩一個屋頂而已 而也有人說了 這間加油站真的是全台最慘的加油站 因為從他設立以來呢 他已經遇上了 這是第四次的被土石流衝灰 滾滾泥流不斷傾斜而下 土石流淹沒 南投仁愛鄉南風村加油站 實況堆疊約兩層樓高 近半加油站體遭掩埋 一旁便利商店也遭大水波及衝毀 場面觸目驚心 團擊泥水不停湧出沖刷路面 甚至直接拍打上駕駛座窗戶 嚇壞車內民眾 這裡是南投仁愛鄉南風村 記者實地來到信場 路面水勢依舊 團擊只能小心翼翼驚險涉水而過 而受好雨影響大水也淹沒村內街道 半台車車身泡在水裡 民宅更遭泥流灌入無法住人 居民緊急撤離 是南投的南風村 那這邊受到颱風的影響 是有六十位的民眾受困 他們分別被安置在三個收容所 村內即開三處收容安置所 放置睡袋物資供民眾暫時避難 當中還有五名是香港遊客也受困 甚至有村民看著家不成家 更忍不住當場內崩 在裡面有人受傷嗎 沒有 不懂的整個家都 一連到半回就對了 就是等路通了 才可以證明 風鈴口那邊的話 五名的村民 然後再加上有五名的遊客 香港的遊客 然後因為他的 有一個小孩子 姻緣很小 所以就暫時安置在我們村民的家中 全村都停水了 物資都缺乏了 大雨重創南投的愛上南風村 也讓村民相當無奈 家衛授與王宇斐 科級高 陳文青 SNG小組 南投報導 大雨�� 場地 還有一堆 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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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